大家好 我今天早上自己剪的刘海 齐吗 因为长太长了 然后今天这个视频是分享一些 礼物 是那种你送给朋友 会让朋友对你无话可说的礼物 今天我说话这么难 那我还是在礼物吧 等一下 我们先不拿东西出来 我们先说一说植物类的礼物吧 首先是豆芽 看过我之前vlog的朋友们一定会知道 我发了一盆豆芽 这豆芽就是很便宜 然后你每天肉眼可见的可以看到它的变化 这种养成系的礼物还会显得你很用心 豆芽生的 是不是中毒的 除了豆芽以外还有一种养成系的礼物 就是香菜 也是我在剧组种植了一下 挺好种的 第五天的时候它就发芽了 我的妈呀 虽然它一开始长得一点香菜的样子都没有 它冒出来芽的时候 甚至有点像一盆野草 直到后来我的朋友提醒我说 那个 又没有绝底是整理优业草荤煤煎气了 最后长出来是这个效果 可以跟你的朋友一起涮火锅 第三种植物是发财术 试问谁不想发财呢 接下来推荐一些物品类的 这是一个牙套咬合棒 其实是朋友送给我的 我收到的时候真的很无语 这个礼物适合你身边那些戴牙套的朋友 使用方法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先把牙套戴上 然后再使劲摇摇 这一个是头发蓬松粉 当你觉得头发油了的时候 就可以往头上撒一点 可以送给头发很长 洗头发不怎么方便的女生 她一定会爱上你 也许吧 接下来这一个是保护隐私神器 它可以涂抹掉打印出来的字 也就是说你可以涂掉外卖和快递 单上你的私人信息 被我列入看起来有用 实际上没什么用的 礼物名单第一名 不是说它没用 只是用处不大 下面的一个是洗面奶 洗泡器 长得有点像个马桶塞子 但我听人说泡沫是最有清洁效果的 挤一点洗面奶 可以打出很多泡泡 也许很好用吧 我没用过 但它便宜 是一个小成本的清洁手段 接下来我要拆一个去年就买好的快递 因为错过了可以送人的时间 所以我决定留到今年再送 这是一个假发片 很适合送人 有的朋友现在用不到 但将来肯定用得到 重点也是很便宜 而且特别有侮辱性 送朋友一定会让它无话可说 戴上立刻就像一个漂亮的小公主了吧 是不是很像 很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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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级像 非常像 最后一个了 还是我去年圣诞节的时候买的 那个时候好火 是这个圣诞节牙膏 等圣诞节都过去两个月了 我的快递才到 所以导致我也没有送出去 但当时也就20多块钱买的 我寄的很便宜 我就不挤出来展示了 因为我今年还打算用来做圣诞的礼物送给朋友 好了 拜拜 就分享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看完这支视频 能在送礼物方面获得一些灵感 B站你好 我是一个拥有11万粉丝的UP主了 你可以把小银牌给我吗